民政事務局前局長何志平涉嫌賄賂非洲官員案件 烏干達外交部發聲明否認外長傅泰薩涉及貪污 當地外交部在社交網站發表聲明 指傅泰薩2014年至2015年出任聯合國大會主席期間 曾與多個機構有接觸 認為有關接觸有需要 推動聯合國在維持和平安全及人權方面的工作 但烏干達就有國會議員認為傅泰薩應該就涉貪指控辭職 傅泰薩被指仍是聯大主席時 在美國紐約與何志平會面 初相何志平所代表的中資能源公司 與烏干達建立戰略夥伴關係 傅泰薩後獲何志平匯款50萬美元 即是大約390萬港元 何志平連同塞內加爾前外長加迪奧 上星期在美國紐約被捕 被控跨國洗黑錢等罪名 何志平未獲准保釋 要在懲教中心度過當地星期四的感恩節 有意見認為由於何志平控罪嚴重 加上他不是美國居民或公民 逃亡風險高因此難以保釋 據報案件12月20日 會在紐約南區聯邦地區法院初步聆訊 但另一個被指曾收取何志平匯款的習得總統德比 當局日前已否認德比涉探 ONTV都網上電視新聞台報道 一個出發的報道 證據由李宰山